56岁的约翰是一名白人软件工程师 三任妻子都是国内来的 前两任都因为家暴而离婚 大家好,我是顾颖琼博士 2024年1月,约翰在加州被捕 因为从邻居家得到一份录像 2023年12月31日晚9点左右 山东美女妻子余颖颖跑出家门口呼救 结果丈夫在后面紧追不舍 随即两人从监控录像中消失 这是山东美女最后一次出现 随后因为山东美女没有按时去上班 结果公司报警 白人丈夫先是说失踪 后来被警察发现 曾经出现在深山中遗弃老婆的身体 原来这个白人有三任华人妻子 第一个叫陆军 第二个叫张笋义 都是因为夫妻关系不好离婚 我觉得现在很多亚洲女孩子并不了解美国情况 只是因为想来而来不了 所以选择和美国人结婚 并没有一个正常的相互了解的过程 代价也很明显 这就是最后的结果 突然是最后的aje cred 而且观察 和美国人结婚 attention 来的 via 你